下面一列的位置 像這個地方 已經改了B11 可是如果未來 它一直往下的話 那你這個11永遠沒改完一天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知道我現在最下面一列 那我要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前面好像有講過類似的東西 而且我一直強調說 這個東西很重要 I等於什麼 假設我有個變數叫I I是要取得 我現在最下面一列的位置的話 還有印象嗎 我們forI等於 比如第幾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我們就寫一個方法 叫range 前刮鬍 雙影號 從A2好了 假設我從A2 ctrl向下追蹤 然後呢 點什麼呢 有沒有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還蠻常用到 and指的是 那ctrl鍵向哪個方向呢 向下 後瓜糊 點 我要追蹤到什麼呢 他的row 有沒有發現這也是屬性 有沒有 把這個 追蹤到最下面那個列的數值 返還給我 我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I裡面 所以呢 這個寫完之後 他就會自動追蹤到11 會把11這個數字 直接幫你存在I裡面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我想應該 我的去書應該已經算非常白話了 而且坊間的書籍應該也沒辦法 好像看來看去 都講得不是很清楚啦 我已經盡量講得很白話了 那就是丟過來的東西 他就是把這個11丟進來 所以呢 I的值會放一個11的一個數字 OK 那我要怎麼樣去替換這個 把它變成 因為將來可能11、12、13 那怎麼去替換 1 把這個11給delete掉 2的話呢 你要串在後面 那串在後面的話 記得喔 空一格 AND 把I放在後面就OK了 這樣就OK了 OK 不過 因為之前我們教的是什麼 雙語號、雙語號移到中間 AND、AND再移到中間 放個I 然後就有同學 已經習慣那個邏輯 他也這樣 可是 因為那個東西是放在中間 才需要兩個雙語號 兩個AND 再放個I 可是 現在呢 我們後面沒有任何東西 那我後面沒有東西 我幹嘛還要後面一個串接 後面還有一個雙語號 不用啊 所以就有同學 之前好像有同學寫信問我 為什麼老師你之前講的 那個是這樣寫 這樣又這樣寫 應該可以看懂啦 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 他主要是怎麼樣 就是說呢 你現在丟一個11 是一個數字 丟到這邊來 那他看到AND的話 會自動幫他改成雙語號 因為AND是串接 串接什麼 串接自串 所以很聰明哦 他如果看到後面是一個數字 他就幫他轉成文字 然後呢 再跟前面的什麼呢 前面的那個B 這邊少 少delete一個 再跟前面的B2 冒號B串接 所以11串在後面就變B11了嘛 可以看懂的意思吧 因為這個很重要 因為串接我發現 很多後面的地方 同學有問題 好像都在這裡 如果你這些會靈活應用的話 很多變數跟自串就可以串 那就可以改改很多東西了啦 OK 應該可以 OK 那盡量 待會也許自己不要看 試著改改看 如果改得出來 那表現你OK了 那後面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有沒有 也要改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程式不用重寫啦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搬到這邊來 然後 這邊一樣 把這個改成 範圍 這邊應該是改成 列號 AND 所以改一個I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改完了 那我們試一下 如果剛剛的做法就是會有問題 所以現在的話呢 應該不會有問題 有沒有 它會自動追蹤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 會不會是 只能剛好11列呢 試一下 假設我把這個 再貼一次 清除一下 有沒有 所以喔 不管你增加 或減少 它都怎麼樣 它都會跑到哪裡呢 你現在所在的 不過有一個 可能會有問題的地方 就是說 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這樣子 好不OK呢 這樣就不OK了 因為我們是 向下追蹤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Ctrl向下 如果你中間 假如是空一個 它就會卡住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你以後要追蹤的時候 你一定要追蹤 那一欄 是 一定要有資料的 你不要隨便追蹤一欄 那一欄 是中間可能會空一個空白的 那哪一欄 一定要有資料 那基本上資料庫裡面 一定會有個Key嘛 Key的話呢 一定是什麼 編號有沒有 一定要有資料 不能空白嘛 那你就追蹤那個Key 就一定不會出錯了 OK喔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剛剛講的 所以剛剛如何追蹤 一 用剛剛之前講的 就是追蹤到的結果 丟到這個I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呢 再串我們最後面那一列 那底下這個一樣 所以試著把這個做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所以我們 針對那個聚集錄製 玩的程式 大概就做幾件事 第一個 你要了解 到底你錄了什麼東西啦 所以註解一定要加 第二個的話呢 修改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關掉那個對話訊息方塊 第二個是自動追蹤 往後 如果它的列數變更的話 那我可以自動追蹤 它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大概兩個地方 如果你可以這樣 當然未來還有其他的 如果錄製劇集錄製完 你還懂得自己去修改一些地方的話 我相信你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變化 那當然錄製劇集 對於VBA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簡直對VBA來說是如虎添翼 為什麼 因為以前本來你可能不會寫的程式 就可以藉由錄製劇集 自動幫你產生 但是呢 自動產生之後 你可能還要 還不是只有這樣而已哦 你錄完之後的東西 你還要懂得怎麼樣 知道說 每個物件的特性 然後懂得去做一些 可能細部的修改 讓你的這個程式的 可執行的 這個範圍 能夠更擴大 那彈性更加的那個 可以用在各種地方上面 所以請各位再把這個部分 把它完成 那錄製劇集 剛剛兩段程式 程式碼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有些細節 假如你一下沒辦法記起來的話 雲端上也有 OK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後面的部分 然後 然後 我是 很